一定是在这个这边play 或者在你的手机里面也有个叫play 这叫play商店 那不过那个apple的话 就是app store 不过道理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正规的 应该是从这边去搜寻 你要找的那个app 如果我们刚刚的方法其实是略过 所以你会安装的时候 它会必须那个设定的地方 是要能够什么呢 未知来源的应用程式那个要打勾 意思就是说不是从正规的方式去做安装 但是也可以安装 那可是如果是iOS的话就不行 iOS它如果说要用档案的方式来安装的话 它会挡住 表示那不安全 除非你的那个什么呢 你的那个iPhone或iPad要越狱 有没有 才能够做安装 Google因为这部分可能要的不是那么严格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大概就是会有这种差别 那如果说你将来呢 希望能够在Play商店里面呢 能够看到你的app的话 当然第一个 我看一下 我如果搜寻我 比如说我的名字 因为我也上传了好几个上去 当然我自己有 有没有 我自己有好几个那个app 这个是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有个同学我鼓励他说他他把我上课的东西包成一个app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要把后面更困难的东西把它加进来的话其实你可以装这个JavaScript 不过他写一些程式的有没有发现我们我们现在交东西他把它弄得更漂亮而且甚至他里面有讲 他把把我上课的东西交进来OK那这个如果有兴趣的东西也可以把这个装起来 那可是要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做那个开发 那你会发现你在安装你在把那个档案就是上传之后 把这个app上传之后呢 其实还有个地方可以设定 他可以传到那个Play商店的设定方式 那其中的话你会发现把他传上去之后 我把他打包之后传上去 那这个地方呢 他有一些设定 如果说你要让他可以传到Play商店 可能还要做一些事情然后把它Ready Build 然后把它转换之后 那各位可以看到底下有一些相关的设定 先让他跑完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把那个开发开发人员的部分呢 再把它就是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边你点击那个app之后 这边就有个什么呢 这个是Android的一些相关的key 你可以在这里面的话呢 再加一些key你就可以上传到那个Play商店 如果是iOS的话 一样可以从这边加一些key 目前是没有 所以他会出现是有一个错误发生 那要怎么样 假设啦 如果将来你要把它放在Play商店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做几件事 第一个的话 Google一下吧 怎么样做那个app的 你可以找一下app开发教学好了 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 刚刚我也搜寻了一下开发教学 这关键字好了 其实你找app开发教学或app的教学 理论上前面几个都广告 第一个是什么呢 这不是我的 这个的话呢 你会发现这边有什么 吴老师教学部落格 有没有 那其实在这里 我就会排在 目前是排在第二个 那app教学好像也是排在第几个 第三个 ok 不过也是一样 里面的话 我把我以前教手机app的开发历程 也做了一些记录 所以把它有点像懒人包一样 那就放在这里 其中如果说你这整个都run完了 那你希望能够把它传到Play商店的话 里面我也也有做一些介绍 所以你点进来里面 你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是第18次 这个 开发人员账号申请 如果说将来你真的希望 做一个Play商店里面 搜寻得到你的app的话 那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第一个 你要注册 不过这里面的话 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注册需要一个费用 费用是25块美金 但是呢 它只会收一次而已 不像说那个iOS 就是iPhone iPad 它要每年收 每年收 我记得好像是30块美金 还是多少 金额甚至会比那个 就是Google的还来得多 那怎么样去做这个开发账号的设定 你好像是我是在另外另外一个看一下 基本上是在那个 第10这一篇 不过 我把它在这边显示好了 因为这边我 我也把它重新更新 不过是更新另外一个部落 因为部落 太多个了 在 这边有一个 在这里 OK 第18次上课的那个更新 那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开发人员账号申请 大概步骤就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一 先进到那个开发人员账号申请这个连结 那里进到里面的话 把它直接 因为我那个账号已经申请过了 这边会有跟你讲说怎么申请 然后第一个 连到这边 然后相关的 绞交注册的 费用 那费用部分的话 其实不算太太高 他25块美金 现在的会议来看 差不多750块吧 所以你会发现 第一个 1234 那你因为我已经注册过了 我是利用另外的账号在登录了 但你如果说 未来想要把你的app 传到那个play商店里面的话 第一个你要同意 第二个你要付费 那付费的方式 目前看起来好像也只有用什么 用信用卡 所以如果你有信用卡 而且你已经准备好了 我是建议你可以 他这边有一个什么25块美金 假设你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你希望把你的 App将来可以放在play商店 人家Google搜寻的时候 比如说搜寻什么 像之前有同学喜欢李商隐 李商隐 关键字一出来就跳出你的app的话 那你可能需要做这件事情 OK 那我会希望你们将来 如果每个同学都能够在这上面有一席之地的话 其实会当然差异性还蛮大的 因为现在如果职场上当然会看 希望看到就是 证明给我看 而不是说用嘴巴说说的 比如说你可能在学校学过了 学过然后呢 你有没有留下东西 很多人都没有 没有 当然就口说无凭 而且 即便上课你也不代表说你一定学会了 而且上课也不见得一定是专心的 上课也不见得一定有过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就是说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再了解一下 这个开发的部分 那 再来 今天的部分的话 就是如果你这部分完成之后 我想如果没有问题 基本上呢 你就会产生两个那个apk的档案 然后下载下来之后会在下载区里面 那当然最后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这个apk档 里面有一些小小的那个 算是什么呢 算是一些秘技吧 他预设只是apk 但是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VIP的话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啦 基本上这apk只是一个负档名 如果你把它改成VIP 再把它解压缩的话 OK你把它解压缩之后 你会发现 解压缩到这边你会发现 他会帮你把 里面的东西都解出来 实际上里面的原始程式就已经被看到了 那你原来的网站资料在哪里呢 其实他是帮你封装在哪里 这个assets 里面的Triple W 你所有东西都 出现了 但是他只有帮你多加了几个东西 叫Cordova 跟Fone Gap的JS JS实际上就是里面的韩式库 当然也就是说如果 你将来当然你可以写很多东西 里面还可以引用 一般就是Fone Gap 要不就是Cordova的韩式库 再来就是用JQuery Mobile 里面大概就这些东西 那 先跟各位讲一下 里面大概 比如说我们将来如果你要把它变 开发人员的话 你可能要注册 另外第二个 如果说你希望把里面的东西再解出来 其实很简单 你就是把它 ABK 改成ZIP 再解压说 你看你之前 写的东西都会放在哪里 这里 那也就是如果你要恢复都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Triple 三个W 把它改回 102 App 基本上 你原来的网站的内容 就回来了 所以这个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今天因为时间剩下有限 我想 预告一下 我们后面其实呢 还有其他的部分 还没讲 所以请各位 H 你可以参考一下那个我们 云端上面 的课程内容 里面的话还有106 106里面会多出哪些东西 H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包含就是说呢 前面做过的基本 Netbar跟 那个ZIP 还是会出现 不过你会发现 我们的Netbar 是出现在 下面 而不是在 上面 或者是中间 有没有刚刚那一题的话 在这两个位置 那我们现在把Netbar放下面 把This view放上面 这第1个 第2个呢 各位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的下一页 比如说像这一页连进来 我们顶多是在这边增加一个 Back 或者是回上页 那这个地方我如果希望 换一个 像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 上方的图示 如果要改成一个Home 或者一个箭头 往下的话 也可以往下 那这个图示该怎么做 这个也是 比较新的 其实 建这个流程差不多了 List view 部分的话呢 我们前面 没有做圆角 不过你会发现 我如果希望 把前面的那个List view 变成什么 这个地方有圆角 另外呢 上面多一个什么呢 多一个标题 标签 这个地方 要怎么做 这个后面还会再 再增加 新的 然后 一个影像地图 比如说 将来呢 一个图 那你点选之后 一样可以跳到 这个连结的说明 大家要怎么做 其他这个后面都有讲到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部分 怎么做这个图示 这边有一些相关说明 也许你们可以先稍微了解一下 再来后面还有就是说呢 修改那个什么 布景主题的颜色 因为前面讲过了 只有那个黑 蓝 银 黄 只有五种颜色 但是呢 这五种颜色其实太单调了 那你想说老师 你这种五种颜色看起来真的 弄来用来用去 顶多就是不就是蓝色 不就是 什么白色 黑色不好看 那不然就是 黄色 那我如果希望能够变一个 多姿多彩的颜色 那要怎么做 你会发现 说真的你要怎么变都可以 他的调色盘 可以调 出非常多种颜色 要怎么调 其实你可以从这个连结 点进去 他有个叫什么 ThinRower 的一个网站 他这个技术一样 用什么 Jcry Mobile 有没有 其实实际上很多技术都是靠 Jcry Mobile 在后面帮我们做一些事情 那你可以怎么 get rolling 这个get rolling 就是你可以 换颜色 这个颜色里面 你可以自己调 至于要怎么调 后面我们还要跟各位做说明 反正 上面所有颜色 通通可以让你变出 你要的这个样子 所以你要什么颜色都通通各样 而且 里面还可以在 做很多的 样式的 改变 其实可以做出非常多的变化 所以这部分的话 后面我们还还会再提到 怎么做 然后最后把这个样式下载之后 你就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颜色 好 那 再来最后 这个我想Visual Steel 这个可能就跳过 因为我们没有用到这个 因为这难度可能太高了 对各位来说 那请各位 先试着把那个 刚刚讲的部分先 练习看看 然后稍微了解一下 106 里面大概我们会用到的功能 那今天剩下时间也不太够 所以剩下时间的话 请各位 把那个 刚刚讲的那两个作业 就是 稍微完成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 开发人员账号 如果 我是建议 未来如果说你 第一个 你也 有具备有App的制作能力 另外你也能够在 Play商店也能够看到你的App的话 我相信这已经是 很不容易的事情 OK